请大家看看 无论在债市或规模较大 以及在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在大中华或区内市场里面的表现是怎样的 你看到图中所见 其实以当地货币去计算是绿色的巴 黄色的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回报 我看到分期其实也有点大 其实是这样的 看回这幅图 2021年的第二季的回报率 在炸炸这个市场的指数来看是1.8%左右 那你见到其实印尼是表现最好的债券市场 相对地南韩、泰国的排名就是比较厚的 那而为什么呢 可能先讲讲一些印尼先 其实在印尼来说 它的新冠肺炎的感染率虽然是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其实因为它的流动性 其实就没有显著下降 继而它们的央行也都保持利率不变 也都表示保持货币宽松政策 来支持经济复苏的 所以你会见到它的债市都受到一些相当的支持 那汇报率在第二季来说表现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看回以南韩为例来说 南韩虽然排名都比较厚的 但是它的出口半导体其实都很强劲 也比预期的前景是挺好的 所以支持了它们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亦都给了一些压力债市 债市的形势是这样的 不过又找到譬如在股票市场上 也有一些的共通点 如果你说半导体 以晶片龙头为首的市场就是台湾 看到它的股票市场在第二季 就真的挺不错 如果这个MSCI 就是整个Asia Pacific的指数去看 其实第二季都有超过2% 就是未愿意的回报 是的 其实你看看这幅图 我会见到 是一个亚股的指数来看 第二季今年是2.3%的回报率 而成熟市场来说 刚才也有谈过 就是说其实西方国家的财政状况 基本上可能现在是有些转变的 促使投资者 都会转向一些稳定的亚洲市场 而另外因为他们负债比较高 而我们在亚洲来说 比较稳健的政策 和一些财政的支出 也都会使到亚洲的经济 可能暂时来看一些有利的地位的姿势 而看回亚洲来说 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经济服务 数据有多好 疫苗接种率又开始慢慢攀升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通胀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可能我们主要要考虑的因素 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来说 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来说是比较小 但是也受到一些科技 食品 教育 监管相关问题 对 都会有些影响 但是我们要积极一点 这样想 因为我们 有危险有机 还有另一样东西 中国重新了 2060年 那个钱 就要达成一个经济炭中和的承诺 还有2030年前 要达成一个炭达峰 这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可能都会助长一些投资者情绪 嗯哼 重新使 streak 对 好 我 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